好 回到新一集 超論鬼才 又有法蘭師傅 法蘭師傅 你好 大家好 迪金比好 法蘭師傅 我們經常在網上會看到一些 尤其是台灣 我也分享過給法蘭師傅看 有些師傅常常在上童 然後要做很多儀式 例如我上次分享給法蘭師傅看 不斷吸那些煙 吸一輪就好像上童 上童 或者他降了那個師傅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首先我想問 上童和師傅道這兩樣東西 是不是有分別的呢 上童和師傅道其實是同一樣東西 只是說師傅道就有少許貶義 竟然是師傅道是貶義 其實很簡單解釋 我們小朋友的時候 見到很多吸毒的人 即是俗稱道友 是 當他毒引起的時候 就真的口水鼻看得來 所以那些人俗稱他毒引起 他是師傅道的 OK 是的 反而不是說 為什麼那個毒引起叫師傅道呢 因為很簡單 他們毒引起的時候 就真的口水鼻看得來 即是好像在那些動作模式 類近上童 所以我們都說上童就是上童 即是如果你說師傅道 我就覺得 即是在那邊的術語 其實就有毒引起的意思 變了好像是毒引起的意思 好像我個人角度是有點貶義的 所以我說上童 其實可以很清醒 有些叫迷童 即是別人上童就迷童 就像你說的 可能就反了眼 或者是閉上眼 周圍蹤 是的 我們經常都見的 總之他一上了那個 即是上誰就假裝 即是沒有假裝 他會有那個人的形態 當然他是有些 他是控制到的 即是好像有些人吃香 上童吃些大香 說真的 那支香不要說你去吃它 你放在一起也覺得很興趣 何況我真的 有些片看到 某些片看到 他真的拿了很粗的香 這麼粗的香 即是粗過小腿的 即是小腿那麼粗的香 可能是咬的 咬 即是吃的 其實我覺得它是咬的香 但如果正常不是上童 基本上你把烤起來就會覺得很熱 如果你一勒下去 就算你嘴上有些腿液 即是口水那些 那就算是的話 你的嘴唇也一定會起泊的 但它可以薄米在咬 薄米在咬 沒事的 但它清醒的 即是不會頭是不斷摸的 它不是不斷摸的 是的 那些就不同了 有些人真的頭可能不斷摸 周圍蹤 又閉上眼 那些你可以叫做迷童 我想問 如果你說迷童 或者可以控制的童 能力是否一樣 即是控制到和控制不到 能力會不會有分配 其實反過來 當然你可以控制到的就會好些 你控制到當然會好過你控制不到 因為你控制不到的時候 迷童那些 你是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如果迷童不是因為童的問題 而是上童者的修行高低問題 是不是呢 亦都可以這樣 或者可能支派流傳 即是師父教的方法 有些人真的不是迷童 真的上童之後 或者他會說話 當然他不是說神仙話 他不是說神仙話 很簡單 你去上個童看看 他會說我上了童 他打我 即是他會示意去做某些事情 就不同於說 有些迷童上身 上了師公之後 他是不說話的 有些不說話 不說話 為甚麼 可能有他套的東西 我講真的 如果他控制你的時候 他控制你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個神仙 即是他有口氣不可以套出來 會不會有這樣的東西 不會一口氣 只是說他不會說任何東西 可能他套出來的就是天機 不套 所以不會說話 但是如果你可以控制到那個童 即是我可以控制到 那些明童 我們叫 他是 你完全和迷童是兩回事 是 所以反過來 我們會說明童 他可以說話 而不是說對答 即是你叫我 我會應你 是 或者我叫你做甚麼 如果我問問題 你問問題 他不是的 清醒的話 是 你是控制到一個童的時候 當聊天 你問我 明天落彩號碼號碼 他都不會回答你的 OK 當然 迷童那些師公去控制你的時候 去做某些事的時候 你問他落彩號碼號碼 可能他身腳 你會有口氣 他不會回答你的 是 他是不應該開口的 所以兩者 多或少是有分別 所以我問一件事 就是 因為我聽 如果你無論是上迷童 或是明童 也好 其實他 只是 肉體加強了 是啊 而不是說 可以上完之後 我坐下 你問 我就會回答你 一些解決人間的事 是 他或者可以 他可以 穿過真的 有些同 台灣很多 其實都見到 有人有 食宴喝酒 都會有的 是 都會有 那 哪樣是真哪樣是假 其實很難解答他 大家都很難去判斷到 你可不可以說他是假 當然不可以 你說他是真 我也不敢肯定 是 只是說 他會告訴你某些事 例如很簡單 你去問病 他有什麼病 天璣不可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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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想完之後 他會這樣回答 當然 他不是這樣回答 他意思是會告訴你 叫你點醫 但又不會說 可能有些會說到 你的病怎麼來 什麼什麼 但又不會說 天璣是不可洩漏的 他只會告訴你 你點醫 這樣 或者他可能用什麼方法 可能給他 給他一條 拿出來 你化了他吃 當然 當然 你說得不得 見仁見智 見仁見智 當然 拍片出來的東西 他沒有之後的結果 他不是整個故事跟進 他只是一部分 對 其實只是一部分 你看到他上課 然後有人去求醫 治病 他會告訴你 你什麼病 他要怎麼醫治 是 名童 或者迷童 他也是這樣做的 是 有些叫做暗童 暗童 就不上身 是純保護你的 OK 但你的保護你是 是 對一些法術所傷 或者是 對一個外邪所傷 是嗎 其實 應該這樣說 意外 那些 暗童 真是施工暗扶持 是 就是有些意外 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親身經歷過 是 就是做事的時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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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過了 是 其實我蹲下了 那輛車一轉彎 他後來那個駝 是撞到我的 是 撞硬的 就是那個轉彎的弧度 他一扔彎 是應該撞到我的 但是 我那剩下 是很有趣 好像有人托一托 你的腰 要這樣 托一托前 但是你有沒有跌到的 就是擋災 是啊 不是他不是擋災 他是鬥開了你 擋災的意思就是 他做了一些 神推軌的事情 令到你 避開了一個 是一個災難 就是擋災 就是沒有了一個災難 是啊 其實這個是我親身經歷來的 但是堪同長時間存在在身 一定是 其實他不是在你的身 是護身 是 可能叫根身 可能在 就是護法 是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護法 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真是親身經歷 是人們喊 撞到 喊就由大喊 我不知道 我看 為什麼有東西 推一推 但是沒有東西 車的架 就在後面過了 是 然後已經說 為什麼沒有事 我打算撞到你 後來真的沒有事 是 這個是很神奇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 可能真的是 施功保佑 就是這個暗童 是修煉者才有的 其實有些人這樣說 過了教 祖師就會安排 童身給你 是 當然 你要吸 和吸童 我們叫 上童 求童的話 都是同一個意思 是 你怎麼求到一個童回來 去上身 嗯 有些門派 真的會去練習 上童 是 怎樣去吸童 吸童身回來 是 你怎樣去和他磨合 嗯 但是我們反而 就是我們門派 我們不是太主張去上童 OK 是 學識智慧 當然我們是有一個童身 但是我們只是說 不會和他上身 交流 是 是的 但是我想問 如果這個童身的話 是不是只有一個 即是每人是一個 正常是的 不會說你很多很多的童身 等於我當成是胡法 是否每人只會有一個胡法 或者有一個天使 在西方說 而不會有一排 其實是不會的 正常來說 應該是真的一個童身 即是胡身 當你的守護神 應該是一個 他不會整排保護神 守護神 去守護你 是不會的 會不會越練 守護神越厲害 其實要相 即是所謂的雙修 有人說 雙修 其實是你的童身去修 是 你說是否越修會越高 當然一定會 但當然有一個方法 你怎麼跟他溝通 你怎麼跟他溝通 未必一定要上身 即是未必一定要 我要求他上身 這樣就叫做修煉 不一定的 其實你可以通過打坐 或者呼吸法 你都可以跟他交感 那純粹是以精神溝通 可以的 即是不需要什麼 香火 得閒 不需要這些 其實香火 是供奉的意思 但多數不會供奉自己的童身 怎麼會供奉自己的童身 其實你神桌 有你的師公 也有人這樣說 你的童身其實是坐在神桌上 也都有這樣說 但真的不得而知 究竟你現在神桌 供奉的神 是不是就是你的童身 但是你的童身 其實也是在守護你 所以眾說紛云 即是很多種說法 哪一種是真 其實當然 我們學法那些 心不是去追求那樣東西 不如你追求知識、智慧 當然 他朝一日 可能去到那一天 或者我都會有機會去追求 想學習一下 如何去相同 是 追求同身 不出奇的 因為我可能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OK了 我想接觸一下那件事 如何去求同 當然 現在我們暫時性 我們不會去追求這件事 因為我們始終在學智慧 他教下來的東西 是 用得到 暫時是滿足到我們 只是他朝一日說 童身的另外用法 可能有更多的用途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之前都說了 童身是施工美 是不是 施工落的童身 是不是個個一樣呢 就是個個都不同 不同 是 不會說 說真的 不是像你開崗關帝分靈 那些 我就是想問這個 其實不會 不會說 你的童身是關帝 是 我覺得是少之又少 是 很少說 大臣 你的童身是大臣 是很少 除非你的功德夠厚 即是你的先緣 你的先緣功德夠厚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 有人曾經說過某個過了身的施工 是 他是一個神 他的守護神 或者他的童身是一個大神 是 有人這樣說過 但其實 我覺得在我心目中 我覺得不重要 是 即是誰 只是有一個神去保護你 是 其實我們本身學神功 現在 現代 不同以前 以前 六七十年代 學神功 那些人通常都是打架的 是 沒錯 開片的 是 但現在我們學神功 現在這些年代學神功的人 最重要是什麼呢 保命防身 是 這件事反而是 最重要的 就不是去打架 當然 如果你說要上童身去打架 不是沒有 一樣有 是 一樣要有人去追求這件事 所以最重要是 學法科 那些人呢 你去追求什麼 就找回什麼去學 那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童身 但是童身呢 是 supposed 是一個 靈來的 不會是一件規格 不是一件規格 一定不會是一件規格 不是一件規格 不是一件規格 也不會是一件武器 不會是一件防禦器 總之你當是一個人 你可以 其實他是一個靈 其實他是一個人 但是他不是一個實體的人 只可以這樣 或者他是一團氣 但是他是在保護你 明白 因為剛才 師傅你也說 在舊時的年代 劈油 你才會 才會 上童 沒錯 刀出不入 沒錯 去到現代 即現在 現世代 有什麼情況下 我不是這樣表現 是真的要上童身 才可以處理到某些事情 或者 在那個 例如那個節慶 一定要上童身 這是一個傳統 有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門派 他們主力是上童的 即上童可能 賀師公 上童就頂一下刀 做一些危險動作 他們就會上童 但是當然他們的 純是靠上童的 或者不跟我們 純是靠上童 即他們不上童就沒有法 是可以這樣說的 真的嗎 是的 他們純是上童 即什麼都不需要學 總之我學習這件事 就是靠上童的能力 沒錯 他是入了門 或者學了某些心咒 咒語之後 純靠上童 就不是學智慧 或者很多東西 是師公上身 寫一條符 師公走了 那怎麼用呢 那通常師公寫一條符 那你就吃了它 是 或者化了來吃 這樣就醫病了 那純是靠你 怎麼去請師公上身 是 是這樣的 就不同 或者我們學智慧 我們是用書本上的東西 驅邪用什麼 做某些東西用什麼 是這樣的 大家不同 所以其實有些教派的慶典 一說彈 做彈 每個人都上童 是的 可能這個是他們的習俗 即是充滿力量 是的 他們的習俗 其實現在都有 現在還有 其實感覺就像西方宗教 代表什麼呢 什麼聖靈感動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就算西方宗教也好 有寧恩派和福音派 福音派就是要學知識 學歷史 就是你全部的東西都要知道 寧恩派那些 就真是純粹召喚 召喚循環來的 召喚循環 好像你們現在 東方一樣 沒有大家全門上童 就不收基本功 即是不收了 是的 有些門派純粹進去是真的吸童 當然啦 你說是不是 當然其實我們的門派都有吸童 是的 但是有另外的手續去做 但是我還未去追求這件事 但是我想問 你們的教派是給吸童的話 它需不需要搜 例如不同教派有不同的定義 它需不需要達到A級 B級C級你才可以做這件事呢 其實你一進了門 進了門之後 已經可以練習吸童 練習吸童 當然它裏面有個儀式 有儀軌 應該怎樣做 它完全是有系統性的 為什麼我這樣問呢 就好像我們經常看金融小說 也好 佛經 你要先修心 然後先修武功 沒錯 如果你純粹修武功 你不修心 你就很容易走火入魔 沒錯 是不是這件事套進去法科 也是呢 其實套進去法科 裡面一樣 只是說 入門吸童 必須要有人指導 就是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 一定有人教 就不可以說 你進了門 你就可以在那裡吸童 其實不是 一定要有人去看著你 教導你去怎樣做 其實這個步驟一步一步走 一定有人去指導你怎樣做 就不可以說 你進了門之後 在那裡吸童 但其實如果你吸錯了 真的吸到一些鬼 是 那就大件事 所以我才關心這件事 是 通常一般吸童會在壇上 是 就是有罩那些 是 其實始終有壇在那裡 去守護了你 是 起碼不會有些外來的東西 影響到你 是 但如果你不是在壇上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在街上或者在家裡吸 因為你沒有保護性 是 你求童 我可以來上 如果你上到鬼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 這一部分 師傅會有責任 要怎樣去看著學員 或者新恩弟子 怎樣去做 這個一定要指引 明白 那我反過來說 現在的上童 應該是這樣說 做法事的時候 上童是否必要的 當然我們不是上童做必要的 是 即是我們會網民密切 是 即是我們會去看 但是有些門派是純級 真的用童身去 真的要靠 是的 就要靠童身 就會上童 去醫病 驅邪 這樣做的 OK 但其實上童消耗不消耗自己的能量 當然 那你說會不會消耗 見仁見智 哦 為什麼呢 見仁見智 當然 如果你的身體 被童身去霸佔 是 當然 雖然說是施工 是 但是你控制不到他的 當然最好 如果你是清醒 而控制到 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是被控制者 是 而施工去做事 我覺得是或多或少 是會有影響 所以其實到現在 我都不去做吸童的動作 是 因為我也是有保留 這方面我會有保留 剛才我們說明童和控制到的童 分別在於控制和控制不到 控制到的話 他就可以控制他離開 沒錯 控制不到的那些呢 那就等他離開 那怎知道什麼時候離開 只是需要外人去幫助 當然啦 有些方法 其實有些人吸童不醒 是有方法用法水 去送他走的 是 就是噴水 噴完水他會醒的 是 就是吸童不醒 是有些情況 是有法水可以請他走的 噢 噢 其實也要是外力慌亡 一定會有 就是令他離開 就是令同身離開 因為首先 一件事你請同身 是不是真的請了施工 你不知道的 就是怎樣知道呢 看他的行為模式 噢 還有一件事當然啦 通常會在哪個地方請童 一般都會在管口裏面 就是看位置 是的 看位置在哪個地方請童 還有你會不會去別人家裡吸童 除非你已經很熟練 是 你和我神交感到 而我真的會請到那個同身 是 就不會說我剛剛入門 在師父裡吸到童 但是我走下去再吸童 是 那是不是真的會同一件事呢 嗯 所以這件事是比較嚴格少少的 應該是 是 OK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也都說我怎樣去 就是control去做這件事 沒錯 也都說了什麼時候 真的需要做這件事 是 但是也都說真的 是不建議的 當然 我在我的角度 所以我說我暫時不想去接觸 上童這件事 因為我都會有個憂慮 是的 我也會憂慮這件事 所以我還未想去接觸 因為其實 還有很多智慧上的東西 或者書本上的東西 我們要學習 嗯 我覺得我暫時 我夠的 我沒有必要去 暫時沒有必要去接觸 那件事 沒錯 或者我學到差不多 或者我已經覺得 咦 差不多了 會不會 或者有些數據去支持我 去學習這件事 是 不奇怪的 其實當我去了解清楚 其實也不是說 太危險 或者會不會有什麼意外性 這樣數據給我 那我也會去考慮做這件事 嗯 明白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去玩 或者看電視也好 現在Youtube有很多事情 沒錯 大家就小心一點看 你當作是一個 表演 應該是一個表演 或者輕鬆一點去看那件事 是會OK的 因為說真的 現在真的要上童做事 沒錯 就是不多 沒錯 你只要想一下 你上童做事 而別人旁邊有一部機器 錄著你 其實是很少有的 沒錯 必須要有專業人士在旁指導 才可以去做 就不要說我進了門 自己去學 就是到處去試 就是自學 沒錯 沒有自學的 任何東西都要靠一個兩個字 傳承 有沒有傳下來 你有沒有成不成得到 成不成得到 那樣東西 才是最重要 沒錯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發言師傅和我們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好 拜拜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至 K-Door-Master-At 163.com K-Door-Master-M-A-S-T-E-R-At 163.com 多謝各位支持